大家好欢迎回来夜声歌 今天啊虽然没有太阳的阳光明媚啊 但是时不时点能看到一些蓝天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至少没有下雨嘛 心情还是可以比较舒畅的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在家里啊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状况 就是家里的锅炉呢坏了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我的发型呢 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三天没有大搞了 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对不住大家 但是还好颜值高 所以还能撑得起这个视频 这也是让我比较宽慰的地方啊 好了总而言之吧 不跟大家瞎扯了 锅炉呢在前两天前的晚上呢坏了 然后呢就是YouTube各种方式 看看怎么能把它打着啊 然后确实也试了很多方法 也没有办法 然后 然后我们就想说 就找师傅过来看看吧 然后找师傅过来看 然后到最后再确诊 确实是过炉有问题 然后再到换 基本上就是现在也是第三天了 我估计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 应该就可以用上热水了 这个就让我感觉哈 真的是在北美 你要是说什么事情 要是说想当天解决啊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这几天啊 就过得就有点惨哈 这个就是比如说昨天晚上要洗洗头发 就拿那个煤气灶啊 就是热了一大锅开水 然后跟凉水放在一起 然后然后就这样头放在喷里面 这样扎着吸 然后我感觉好像回到了青葱年代了 就是上学那会儿哪有热水 就去锅炉房打暖壶嘛 然后然后自己也是什么混混这个热水冷水 以前很小的时候我记在家里面 也是没有那种热水供应的 也是要自己想办法的 好像家里那会儿都会把那个暖气 北方嘛都会把那个暖气给拧下来 然后放点这个热水出来哈 但是人说暖气里边水又不好 怎么回事 反正我也不太懂啊 不是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 还是挺怀念那个年代的 总而言之吧 然后我们就等了很多天嘛 然后前几天呢也是跟朋友吃饭 朋友说呢刚搬家 然后新家有好多地方要弄弄这哈 弄弄那儿 有的时候挂幅画 也不知道怎么凿墙怎么挂 然后找师傅又很麻烦 就是就是哎反正要拖很久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北美的一个现象吧 你跟国内是没有办法比的 毕竟人口这么少 那么所有的服务的这个供应呢 也会变得很少 这就让我闻到了一个商级哈 来大家听我讲哈 闻到了一个商级 我们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装修队 然后呢 发起一个定制服务 也就是每个家庭 每个地址 一个月 比如说100块钱 我就可以给你一个转天服务的一个 呃 package 一个 一个套餐 哎 大家想这是不是特别好的 比如说高桂林14万人口 如果每个人都成为会员的话 那就是140万亿一个月啊 那是相当多的 树木了 当然了 你的供应链也会很多哈 当然了 这只是我意识 叫什么 意想天开 意识 想到的一个想法哈 如果现在已经有人做这些了 留言告诉我们哈 我给你打广告 如果说还没有人做啊 小伙伴们有愿意做的哈 我们一起来做哈 打造 转天服务或当天服务的这个 这个让人舒心安心的这种 这种这种啊 这种业务哈 我觉得还是挺关键的 尤其是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挺希望当时就有人过来给你检查 当时就告诉你怎么做 然后当天或者转天就帮你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哈 昨天啊 我爸开了一下我的特斯拉 就对特斯拉大家猜怎么着 赞不绝口 他就是很喜欢智能 他天天都在想说什么时候能自动驾驶 就不用开车了 我告诉他其实温哥华当趟有一些出租车 他真的就是无人驾驶的 我爸就被惊呆到了 然后他非常喜欢这个车整体的一个设计理念 像他对高科技的东西不是很懂哈 但是他就觉得很多地方 比如说不用钥匙直接进 揣个手机就直接可以做任何操作 然后大屏幕可以随时点呢 也不就用手机去连了 他觉得这些地方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他也很喜欢电的电车这种轻 就这种就知道什么 就是新能源的这种这种东西哈 他看到以前就说嘛 他就想买一个电车 电车 但是他又选大 那当时呢 没有这种大的电车 就买了一个Ciana 就是塞纳嘛 但我估计他下一辆再买 可能就要买Model X了 因为他觉得大 他还是觉得我这个Model Y太小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车 可能还真的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哈 我觉得这个Cyber Trunk也不错 现在我觉得整体特斯拉的驾驶体验 还是挺好的 所以我再考虑啊 之后要不要搞一个Cyber Trunk 既然做Vlog呢 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我今天都要做什么哈 今天呢 要做两个事情 一个呢 就是帮客户找房 另外一个呢 就要谈一些土地的开发的项目 帮客户找房呢 其实我手上呢 还是有挺多客户 想要找不同类型的房子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 不错的盘呢 或者是案盘呢 不妨跟我联系 然后我们看一看 有没有符合客人想要的 这种类型的房子 土地开发呢 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哈 这个整个 这个主要干道的街道 包括房价较高的地区 它的大街周边 都开始去盖Town House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 将来自己的房子升值 你可以考虑买一个 大街上的房子出租 之后我觉得很有可能 大概率是会被收购的 当然了 这个如果没被收购 也不需要来找我 但是搞不好 我哪天土地 对吧 这个土地整整合的这个项目 开发到那了 也说不准的事 这个谁知道呢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你看Oak街 Granville街 温西 寸土寸金的地方 这么贵 那么房价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就开始把这个 House呢 就开始几个House连着呢 就拆了 拆成不同的项目 像我之前跟大家 有的跟大家介绍了 有的没介绍 因为有的实在是 就是太快了 没有办法介绍 比如说Oak街上 这边就有几个小街上做的 然后那边呢 Alabaster 做的Robin呢 还有Ella 还有这个 咱们国内的这个 投资人做的这个 首开这个项目 的Townhouse 就很多很多 包括Camby走廊上 太多了 就真的不跟大家 一一细说了 所以大家如果说 有什么温西的 这个Townhouse啊 这个之类的 如果想要拷费的话 你可以找我 反正大概呢 今天就是这些事情吧 然后最近呢 要上一个listing 所以可能要去 做一些拍照 什么的 到时候呢 再跟大家聊 不一定今天去了 今天可能来不及了 而且我是想找一个 阳光明媚的时候去 包括做Openhouse呢 我觉得也 对于风景很好的话呢 也是尽量找一个 晴天的时间去 我觉得会更加的好 哎 行吧 就跟大家扯这么多吧 不知不觉 又聊了一大堆 非常感谢 一直默默关注 或者是明明关注的 我频道的小伙伴 这个非常的感谢 有的小伙伴发信息给我 说非常喜欢我的视频 找我买房 或者不找我买房 我觉得 我都非常的感谢 所以这个 我们走着聊 好吧 太阳逐渐出来了 搞不好一会儿 我去哪里搬耍 受准的事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夜深歌 我们下期节目 明天不在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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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